当大美女沈月遇上深圳大学校草陈哲远 这不就是眼狗的天堂吗 我宣布 我的反叛男友这部剧直接封神 而两人在剧中的甜 更是给足观众满满的福利 高甜萌妹沈月 反壁东陈哲远 这极度舒适的身高差 完全满足了观众心目中的霸总恋爱 张哲远花絮中连亲六次 不得不说这也太会了 我一个人转 除了又醇又郁的吻戏 两人拍戏片场同样疯狂心动 娇小的沈月一把扑向张哲远 还不忘向他撒娇 陈哲远更是一脸宠溺的望着沈月 果然花絮最为致命 在拍摄一场枕边戏份时 陈哲远一脸委屈的说 自己根本靠不到枕头 这样的小心思观众早已看穿 随后两人紧紧贴在一起 画面简直不要太甜 平日大男孩般的陈哲远 也会有细心的一面 刚换完服装的他 听到沈月打趣道 你能抱得起我吗 为了照顾沈月的情绪 他毫不顾忌的就把沈月扛了起来 看来咱们爸总是的恋爱 就是那么与众不同 片场除了对沈月暖心照顾 陈哲远化身开心果 不断逗他开心 日常皮的他轻拍沈月 便躲到了路牌后 沈月一下就猜出了他的套路 只能说陈哲远 你表现得太明显了 大方的偏爱 与满满的细节真的藏不住 就连直播互动 他俩同样止不住的喜欢 我是为了陈哲远才记这部戏 这时的陈哲远早已慌到尸神 不料被综艺之神眷顾的他 把如此温馨的场面变成搞笑画面 一旁的沈月笑得不要太大声 双笑奔赴的CP真的太好磕 甜戏萌妹遇到猪戏男孩陈哲远 隔着屏幕都闻到了两人恋爱的酸臭味 在此前的采访中 陈哲远更是称 因为沈月自己才拍了 我的反叛男友这部戏 这是在向观众暗示什么吗 遇到爱情选择主动出击的两人 戏里戏外永远看不够 拍戏片场 沈月俯身景天陈哲远 院子直勾勾地盯着他 这分明是陷进去了呀 旁边董事的导演早已带头刻起了CP 神助攻将两人推在一起 而在拍戏片场 陈哲远的眼神一刻都没离开过沈月 沈月半夜拍摄一场重感情戏份时 院子则是在一旁陪着他 原来喜欢一个人时 眼里净显心疼 一向活泼的沈月 也会有敏感难过的一面 当看到他的脆弱时 陈哲远会立刻抚摸着他的头发 逗他开心 你以为我想磕这对CP吗 是镇主亲自做的糖 室内节时 沈月精心装扮来到现场探班 进屋直奔陈哲远 并送上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 院子不断拍照满宴喜欢 现场疯狂撒狗粮 还得是你俩 与沈月对系时 不料沈哲远突然袭击 随后一脸害羞地跑开 没想到直男的他 在沈月面前也有着可爱的一面 小学生情里的片场打闹 观众们真的磕到了 陈哲远到底给沈月多大的安全感 他才会有如此真实的反应 满满的暧昧气息都快溢出屏幕 拍戏片场 沈月同样仅仅依偎在陈哲远身上 这不就是小情侣之间的举动吗 就连婚礼这场戏份 两人更是止不住的甜 沈月出场时身穿V领婚纱 一旁的沈哲远早已看呆 等到两人上场时 沈哲远连忙为自己的新娘整理裙摆 这直男式的操作 沈月忍不住笑了起来 台上的两人一脸笑意 向台下观众席打招呼 这哪是演戏啊 这分明就是他俩的婚礼现场 神通广大的网友 甚至不放过任何一个他俩高田场面 婚礼花絮环节更是甜到超标 而两人亲自写的婚礼誓言 更是把CP粉从剧里带到了真人 从今天起 我每天都会叫老婆 当沈月要为肖无敌戴上戒指时 陈哲远止不住的开心与炫耀 还不忘向现场工作人员展示 最后沈月采访时的这番话 使观众献得更深 听完他的话 陈哲远紧紧握住他的手 一起拍摄照片 拍摄期间 远子还不忘都太开心 当沈月把头靠在他肩膀时 远子宠溺地跳了跳他的鼻子 两人同样控制不住的嘴角上扬 怪不得网友声称 这是影视剧中最真实的婚礼现场 而沈月更是把这场难忘的回忆 记录在了自己的生活Vlog 细节堂真的很难让人不可 月圆之夜的婚礼祭时 真的是我不付费就能观看的吗